强妮最近有没有看到网路上有一张非常火红的比较表 它的标题叫做 为什么父辈能存到钱而我们不能呢 哦这个我知道啊 因为很红 而且新闻上也有在报 就是这一张图就是能够看懂 年轻人vs老人的观念大不同 我觉得简单来说啊 就是在探讨台湾现在年轻人跟我们爸妈的那一辈 对于日常生活开销心态上有着根本的差别 对他就是有举例说 像是长辈口渴了就是喝水 那年轻人就是要喝手摇饮料啊 星巴克啊等等的 而且长辈吃饭就是吃粗饱 年轻人就是吃的一餐可能就要一千多块 三餐一定都要吃不一样的 对下午茶也要吃 然后点心也要吃 还有啊长辈养宠物可能都是喂厨余 但像我们现在像我自己也有养猫咪嘛 就是保健食品啊 零食啊 美容啊 样样都不能辣 宠物是毛小孩 当然要好好照顾 可能还要给他玩具啊 然后还要买玩具 带他健俭啊等等的 很花钱 这样表格啊就是透露两个世代观念上的差别很大 像长辈啊 他们有了小孩之后 就会觉得 我宁愿自己吃苦啊 也不要苦了小孩 可是年轻人就会比较追求自我 比较爱自己 那长辈啊 他们在存钱方面 可能就会觉得 未雨绸缪多多益善 年轻人啊 就是比较在意当下的享受 觉得钱都不够用了 何况我们还不知道 明天跟意外 哪个会先到来 就是比较及时行乐啦 那表格上面还有其他也是讲了蛮多的 像是长辈买东西 会自己用走路的走路们 可是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像我自己就讲中我 就是我就是会打开APP叫外送 毕竟你看现在外面这么热 对 而且网购买东西也是 那长辈运动就是会去公园啊 跳广场舞啊 去学校操场跑步啊 可是年轻人就是会花钱去有冷气的健身房 甚至还要去买个教练科 对就是花很多钱来这些 对长辈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啊 那透过这一系列的对比啊 我想这个作图的作者是想要告诉大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爸妈那一代啊 他能够存到钱 可能就像我这种30岁左右的 已经结婚了 甚至买房子了 连小孩啊都办法养育跟照顾 可是啊现在总是及时行乐 然后甚至在躺平的年轻人办不到 我当初看到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觉得其实蛮有道理的 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 其实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到很认同的 我看网路上的讨论啊 其实意见上也是蛮两极的 就是正反都有啊 有人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 完全戳中现在年轻人的盲点 你看啊现在一大堆的月光族啊 躺平族啊 就是因为生活过太好 太爱自己了 那有人就是不太认同 觉得这就是世代的对立 因为时空背景根本不一样 现在年轻人可能不像老一辈 他们很明确的知道 我现在认真可以养得起小孩 可以买得起房子 但是现在年轻人啊 可能看不到未来 对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这张表格 就是你们比较支持长辈的生活方式 还是年轻人的呢 就是大家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跟我们一起讨论 中国信托银行引领数位金融创新 落实普惠金融 打造无时不在 无所不在 在一起最有温度的服务 We are family 味方式 我们可能会步认 entre 男人bers 他確認 isti 那个 就是 这个